肯定小学就毕业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神剑是多麻烦 神剑要不把它放下 我们永远不能进入小学一年级 那能毕得烈焰吗 小学毕业是阿罗汉的 大学毕业是成佛了 小学毕业怎么能念大学 这是我们学佛最严重的一个障碍 很少人能把这个障碍突破 这个障碍突破 你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 障碍就少了 而且祝佛如来对你的加持 你都能接受我 佛很慈悲 普遍加持 我们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是普遍加持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 我们都在加持当中 但是我们得不到加持利益 加持了我们没接受 天天在加持 从来没中断 就是没有吸收到 为什么不能吸收呢 就这个障碍 所以这个障碍去掉之后 我们就能够得佛力加持 我们世间人讲 佛菩萨保佑 这真的不是假的 那不入身流 势必长轮生死 余处无欺 这句话感叹了 小小圣你不能振得 你肯定在六道里 还继续搞轮回 什么时候你能离开六道 难说了 太难太难了 下面这一句话说得好 说得很本 贪及身者 为只有我身而贪著基督也 这一般人的现象 什么叫贪及身 执着这个身生活 而对这个身生起贪念 听一听 为这个身去想 怎样保养这个身体 怎样让这个身体过得很舒服 很自在 就想这些 让这个身去享受 就造业了